亲们应该都看过《中国新歌声》吧,尤其是其中的李健,可是让不少观众都喜欢呢,而且这一季大家都知道,全部都是帅哥导师呢,尤其是这样一个低调的李健,不知道大家知道不,李健是清华毕业的呢,而且在节目中,经常是一说话,就让一边的哈林,周杰伦,谢霆锋笑出眼泪, 对,而像小编这样被他逗出了眼泪呢,而李健也绝对是一个行走的段子手,就连导演组都被他气吐血导演在开始问了李健很多问题,但是李健回答后,就让导演无话可说,太气人了。 不过,导演问的李健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,就是周杰伦和谢霆锋同时掉进水里,你先救谁,哈哈,这个问题应该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了吧,说不好可是谁都得罪了,李健才不上当呢? 李健的回答很耿直啊,李健冷笑三声,呵呵呵,李健,我哪个都不救,李健还被自己的回答逗乐了,问问题的导演窃气吐血了,这话真是聊不下去了啊,不怕死的导演还接着问李健,段子手,健身教练,歌手三重身份如何切换? 李健,李健,因为其实我只有一个身份哈哈,那你对李健的回答满意吗?是不是很逗?面对这样的李健还真的是充满着欢乐啊?